時間到 時間到 小蘋果 你們很慢喔 小蘋果 你 找不到洞 真的換了 褲子換掉 來 請走秀 好 接下來小龍 小龍 這件外套我也有 超好看 日本的牌子 好 我們現在要總評了 在我們左手邊 羅文是第一組 是的 好不好 在我們右邊這邊 小景是第二組 請問兩位評審會投給一還是二 請舉牌 好 羅文這組勝出 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都用到很多 今年流行的重點的單品 比如說像這件短板的西裝外套 然後還有剛才用的一些零巾 然後流行的帽子 紫士帽 我覺得都是今年最重要的流行重點 所以其實你不需要換太多的變化 可能一件T恤 一個牛仔褲 牛仔裙 然後改變這些小配件 就會很加分 他們兩邊的單品跟配件 你覺得比如說什麼是很好搭配的 在剛剛出現的 比如說剛剛像 尤其這個灰色西裝外套 今年的灰色 我覺得會讓你穿起來 不會有厚重感覺 而且它是短板的 所以今年是必備一定要有的 像剛剛講 你看他剛才用的是豹紋圍巾 然後他們去用的是小碎花 小碎花在今年會略有一點 稍稍稍微退流行了一點 對 看起來感覺像去年的 然後今年拿起來再用這樣 今年豹紋真的還滿重要的 對 豹紋 動物紋 對 動物紋 包包啦 對啊 像外套裡面也是會 就是想盡辦法加一個這種 動物紋也沒有離開 所以今天的外套很重裡面的內裡 內裡 它那個內裡很好看 內裡是桃紅色的 就很漂亮 就是又有一點低調 但是還是有一點炫耀 對 真的 要 一定要 好 所以這個暫時是我們羅恩這組領先 好 請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其實有時候我們出門 真的來不及穿搭 有些人習慣比較好是前一年搭 但真的很急的時候的話 請問你們會穿什麼 腳壓 像我如果真的來不及 我就會拿那種比較長板的梯 就是你直接套上去 然後當洋裝穿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如果沒有化妝來不及 可以戴這種就是像很流行那種 比較有型的眼睛 青色蜜蜜 對 然後或者是 然後會戴這個帽子 然後會看起來很有型 然後再加上飛鼠褲之類 然後你就直接去出門 就有型中性的 你的飛鼠褲借我們看一下 飛鼠褲 它沒有很飛鼠 就是有一點點小飛鼠 這是燈飛鼠 這算是亞洲款的對不對 這是我家裡還有很多件 對 好 那你呢 就是我覺得就是 像我的話是很喜歡穿小洋裝 就是一支洋裝穿上去 然後或是長板的 然後如果覺得就是很普通的話 就是像今年秋冬 就是很流行 羽毛的東西 然後這有點誇張嘛 但就是有很多髮褲或是髮式 就是是羽毛的 然後就用在頭上 你會上學戴這個哦 不會啊 一定被點啊 上學戴是這一個吧 你還有紅毛耶 對 你上學會戴這個 上課就是可以不要這麼誇張 也是有一般的 比如說羽毛是平的 然後是素舌的 但它還是羽毛 或者你可以把兩根插到你的帽子上 一點點就好 把兩根 插在口袋 不然會很像那種要相親 就OK 插帽子 就一點點 因為其實像Roundway上面 設計師他們都是會在上面 比如說別針啦 或徽章上面 加一點點羽毛的重點 哦 不過兩位請問一下 就是有沒有一個顏色的選擇 事實上我們出門很急 不知道要穿什麼 難道就是黑白兩色嗎 還是可以多 就是說很 沒有辦法 沒時間搭的選擇 什麼 要不然會不會 這次用來